SM娛樂和創辦人李秀滿之間的內鬥爆發 K-POP界最新龍頭HYPE娛樂買下李秀滿手上的股份 正式成為SM最大股東 SM娛樂的未來動向以及旗下團體的活動發展 成為外界關注焦點 沒想到SM家大型男團 NCT 無預警宣布結束無限擴張體制 讓粉絲們有情有喜 NCT於2016年出道除了陸續推出 NCT U、NCT 127、NCT Dream 為V分隊 為了延續無限擴張的概念 甚至正在籌備NCT東京、好萊塢、阿拉伯等各地區分隊 成員不斷增加反而讓粉絲們抄問號 搞不清楚團體人數也很難認得新加入的成員 對陸人們來說更是入坑門檻超高 不過SM終於宣布今年NCT東京組合出道後 就會正式結束無限擴張體制 讓粉絲們感動哭終於不用再認人啦 也喊話公司接下來請解決個別成員分隊重疊的問題 更希望增加每個成員的出境率 不要再差別待遇了